课堂学习研究是本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。 课堂学习研究是行动研究的一种, 形式上是同级同科的老师共同研讨如何教好一节课。 教师应具备对课堂的分析能力, 懂得分析课堂的不同层面和结构, 以及分析学生的学习成果与老师教学的关系。 课堂学习研究是提高课堂分析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。 教师首先会一起讨论和备课, 然后就这堂课做前册, 以了解学生的已有知识。 变成空气是什么意思呢? 像我们平时挥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, 是不是就变成这些东西呢? 二氧化碳。 变成二氧化碳。 嗯,也可以说是空气。 哦,那么厉害,水烧开了,有气体冒出来, 就会变成氧气,二氧化碳。 是不是这样呢? 不是二氧化碳吧。 那氧气呢? 不会变成二氧化碳,但会变成氧气。 会变成氧气。 如果会变成氧气的话, 那我们就可以呼吸了。 是不是这样呢? 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空气流水。 如果空气流水的话, 我们不就会被空气淹死了吗? 为什么其他星球上没有空气就不会有水?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空气就会有水呢? 他们真的不觉得这里有水。 哦,那现在做完前测之后, 你对学生的理解有没有不同呢? 有啊,就是知道他们原来是这样子想, 先是打到一个媒介, 或是觉得这里没有水, 甚至在我那班呢, 成绩都算好。 全班头三甲的同学, 看他们上课都挺聪明的, 但是做完前测以后呢, 发现他们都还是不明白的。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, 因为他们看不见气派的水。 当看见烧沸水出来的烟, 他们认为那是气派的水。 他们都是想抓住一些有形象的东西。 所以,凝结这个课题很难教。 之后, 请其中一位老师私教, 其他老师关课。 课坛结束之后, 对教学内容做出检讨和修订, 然后再试教。 再对学生着后撤, 来分析学习成效。 如果把那里塞住, 再弄一条管的话, 那么那条管就会变冷。 所以, 小水珠会受冷, 便会掉下来, 那么其余的水蒸气就会出来了。 那么你觉得呢? 我觉得呀, 如果那条管本来就是冷的话, 水蒸气出来的时候, 撞到那条管, 受冷, 就会变成水, 然后又会掉回杯子里。 你觉得呢? 我觉得这一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, 就是学生很主动问了很多问题, 为什么呢? 我觉得是参与性多了, 可能是上一堂烧水的实验, 我们的实验引起了他们的兴趣, 所以在这一堂, 他们便很愿意再学多一点, 真正动脑筋思考问题便会多了。 其实是很开心的, 一下课以后, 一群小朋友出来问跟刚才那一节有关的问题。 最后, 每位参与的老师会一起研讨和分析课堂的优劣, 再把资料写成个案, 成果发表给其他老师做参考。 我们相信, 课堂学习研究能够有助于老师的专业发展, 和有效地改善教育学。 老师觉得教学的困难在哪里呢? 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学生觉得难。 为什么那么浅的题目都觉得难呢? 为什么我教得那么清楚, 你们还是不懂? 我们就是很不明白, 他们为什么不明白。 直到今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做研究课之后, 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时, 集中了许多老师的智慧, 以及教院同事和副校长的宝贵意见。 我们终于找出了学生的困难在哪里。 我们怎样知道学生不懂是什么呢? 如果不是进个这次研究, 我也不会知道, 因为研究分前车和后车, 在前车里面我们会问一次问题, 我们其中一个课题是剩锈。 为什么会剩锈呢? 我们发现学生的误解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误解。 例如,他们说剩锈是四菌的排泄物, 或者剩锈早已藏在铁里面, 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 那正好反映出他们原来正是完全不明白。 有这样的误解是我们老师永远想象不到的。 这正是一个很大的体验。 我觉得最重要是在整个课程中,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, 会出现一些我们以前很难想象到的困难。 我完全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套系统, 而且这套系统适用于所有的科目。 我觉得学习了课堂学习研究的技巧之后呢, 增加了我对课程设计的反思。 这次研究课, 我们真的是自己把答案找出来, 就好像以前的科学家在做实验一样。 这次研究课,